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内部的总参 军政 海军里的人都被拖下水 为其搜集情报 致使国民党内部大量军事机密被窃 在战争中失利跟军事机密泄漏有很大关系 南造云子化身廖雅泉 来到当时国民党高官的聚集地汤山温泉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享受的好地方 到现在还有蒋介石汤山温泉别墅这个景点 南造云子用美色很快调跑了国民党内部的行政院主任秘书黄迅 黄迅本来是一名官宦子弟 留学过日本 精通日女 之后被国民政府主席赏识调进了行政院 此时他掌握了国民党内部大量的机密 还发展下线 这可了不得 多个部门部分高官都轮件 且不说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人员的混乱 庸人不当 他们继续从南造云子说起 两次被刺杀 彻底惹怒了蒋介石 要求戴笠赶紧查处和人所为 否则全部军阀处置 我们先说第一次 松户会战打响 蒋介石提出要亲自上海前线市场 有人建议坐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去 因为有英国国旗 日本不至于和英国开战 但是这个消息早就被黄迅透露 但是蒋介石第二天临时改变了计划 让他躲过一劫 而许格森的汽车遭到日军的轰炸 被炸成重伤 第二次被刺杀 当时蒋介石参加总理纪念周大会 被两名部 名人员开车闯入 好在两人被当场击毙 从中搜出无声手枪和威力巨大的炸弹几枚 戴笠很快查出了黄迅父子 直接拉出去枪毙了 而南造云子被捕判处无期徒刑 狡猾的南造云子 又和看守他的预毒发生了关系 这南造云子也够有手段的 竟然凭借自己的美色连连得手 最后看守也被他满通 直接放走了他 戴笠从1937年到1942年追查了五年 南造云子据说是单独驾车出去 被军统特务开枪提毙 死时才33岁 一贯用每次来办事的南造云子相消欲允 最让人奇怪的是 在国民党档案里面 竟然没有南造云子这个人的情报 可以说他一直是个谜 对于这位日本女特务 你有什么看法 赶紧写出来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有 requests 不是 不找人吗 里面 造